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自从2014年3月份 夫妻俩之间就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杨大叔觉得刘阿姨不像以前那么贤惠了 而且还时不时地在监督她 终于在一次吃饭时 夫妻俩之间爆发了一场大战 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原来他们之间的争吵是因为一个小小的蛋黄 可是这普通的蛋黄怎么会让夫妻俩人反目呢 事情要从2014年3月说起 当时他们夫妻俩参加了社区的体检 结果林阿姨身体健康各项指标都正常 而杨大叔提前发现血脂过高 医生建议她注意饮食加强锻炼 鸡蛋黄了 一定要注意饮食方便 从那以后 林阿姨就特别注意到时候 以前每天早饭都是两杯牛奶染个鸡蛋 可从那天起 夫妻俩多年早餐吃鸡蛋的习惯就被改变了 以往老两口都是蛋黄蛋白一起吃 现在刘阿姨不吃蛋黄 只吃蛋白 而且她还不让杨大叔吃蛋黄 别吃鸡蛋黄 蛋五醇那么高 鸡蛋黄可以吃的 蛋五醇太高了 吃什么鸡蛋黄 到什么蛋黄里面 放完里面别吃了 一开始杨大叔还是接受的 可是每次看到被浪费的蛋黄 杨大叔就觉得可惜 于是他便在吃饭时 趁刘阿姨不注意 偷偷地把蛋黄吃掉 终于这事让刘阿姨发现了 诶 蛋黄呢 不要你听天吃 不知道 哪去了 吃掉了 我不要你吃鸡蛋黄 你偏要吃鸡蛋黄 吃一个鸡蛋不要紧 为此夫妻俩展开了一场口水战 一个说不能吃 一个说能吃 不听话 为此争吵的不可开窍 结果夫妻间的感情却受伤了 他有高血脂 吃了鸡蛋黄以后血脂更高了 我就不让他吃鸡蛋黄 他还偷着去吃 我就用这跟他老生气 那么这蛋黄到底是该吃不该吃呢 刘阿姨认为蛋黄是罪魁祸首 会增加胆固醇 容易导致高血脂不利于健康 而杨大叔认为 蛋黄营养丰富 没那么严重 自己吃了一辈子 怎么会导致不健康呢 那么他们两个 谁到底有理呢 在自行专家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大家对这件事的看法 为此我们的记者制作了一个展板 让参与者通过投票的方式 表明自己的观点 我来到了社区的活动中心 一会儿我会带着这个问题 请这里的阿姨们来投票 看看他们会如何选择 带着问题 我们的记者走进了社区的活动中心 今天我带了一个问题 想请各位阿姨 针对展板上这个问题 说说您自个儿的看法 针对您支持的观点进行投票 吃蛋黄会不会是胆固醇增高呢 您觉得会还是不会啊 会啊 应该会吧 应该会吧 少吃不会 在说明来意之后 阿姨们很快围了上来 并对这个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每个人都参与了投票 其实发现大家的观点都各的相同 但大多数阿姨都认为 吃蛋黄会使胆固醇增高 这又是为什么呢 让我们来听听他们说的 因为蛋黄嘛 它主要就是胆固醇嘛 吃了以后肯定会增高的 我觉得吧 吃这个鸡蛋嘛 要因人而异 如果你胆固醇高 你就少吃一点 少吃点不会增加的 如果你那胆固醇不高 适当地吃个两三个什么 应该没问题 投票结果一目了然 大部分人都觉得 吃蛋黄会增加胆固醇 这和刘阿姨的想法一致 但这样的观点真的正确吗 记者随后来到了中国农业大学 该校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 副教授范志宏为我们做出了解答 那可以这么讲 你不吃这个胆固醇 照样有可能胆固醇高 因为我们见到很多素食主义者 他真的是鸡蛋也不吃 牛奶也不吃 鱼也不吃 肉也不吃 纯素 照样高胆固醇 那你说怎么回事 它还要怎么降低啊 是不是 这是它代谢出了问题 不是因为它吃蛋黄 或不吃蛋黄带来的问题 蛋黄营养成分高 却被人误解吃了对身体独立 专家澄清蛋黄的偏见 教您怎样吃鸡蛋更营养 根据专家的说法 胆固醇的增高 与吃不吃蛋黄没有直接关系 这个结论占我们大吃一惊 但新的疑问又产生了 据了解 如果摄入过多的胆固醇 会引发关心病等 心血管疾病的危险 众所周知 蛋黄中胆固醇的含量很高 怎么会吃了胆固醇 却不增加呢 胆固醇里不是有 好胆固醇和坏胆固醇之分吗 那个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 它是帮助我们 清除血管里边的 这些多余胆固醇的 它是好胆固醇是吧 那么研究发现呢 吃了蛋黄以后 好胆固醇跟坏胆固醇的比例 没有发生任何不良变化 甚至有一些实验认为 好胆固醇好像还多了一些 然后再检测一下 这个坏胆固醇 看它本身又有什么变化 坏胆固醇呢 它也有什么粒大的粒小的 容易粘在血管壁上 引起动脉硬化的 不容易引起动脉硬化的 那发现吃鸡蛋黄 吃的多的这种 吃两三个蛋黄这些人 他们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那个坏的胆固醇 变得不太容易粘在血管壁上 原来蛋黄中的胆固醇 分为好胆固醇和坏胆固醇 顾名思义 好的胆固醇当然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 而吃蛋黄不但不会使坏胆固醇的比例增加 还有可能会增加身体中好胆固醇的含量 可谓有益无弊 而且蛋黄对我们人体的好处不止这些 它甚至还有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和维持肝脏健康的作用 蛋黄里边除了蛋白质之外 还有大量的卵磷芝和其他的各种磷芝 磷芝本身是有一定调节血脂的作用 所以我就说蛋黄里边有升高胆固醇的这个胆固醇这个物质 还有降低胆固醇的这个磷芝类的物质 然后还有帮助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成分 还有就是蛋黄里边那个黄色 它主要是叶黄素和玉米黄素 这个对于预防心脏病也是有好处的 里面还有甜菜碱 它对于血脂和我们肝脏的健康也是有好处的 也就是说鸡蛋里的所有保健成分实际上都在蛋黄里 而蛋清里没有 因此大家在吃鸡蛋的时候完全可以不丢鸡蛋黄 这不仅浪费了食物同时还丢掉了鸡蛋中最有利于身体健康部分得不偿吃 那么现在我们吃鸡蛋是不是就可以多多益上呢 鸡蛋每天吃一个就可以 有些人说吃两个行不行 可以 如果你比较年轻 而且你吃的鱼啊肉啊比较少的话 比如说一些淡奶素的人 他没有鱼肉 如果他不多吃一点鸡蛋和豆制品的话 他会发生蛋白质的不足 所以这种情况下吃两个其实也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对于中老年人而言 如果他有鱼有肉有奶 我们认为他吃一个蛋已经是足够了 因此对于普通人来说 每天吃一长的鸡蛋硬会使两个醇增高 对身体健康造成威胁 不过在这里专家特意提醒患有糖尿病的这类人群 对于鸡蛋的食量 糖尿病人要比普通人少一些 才不会危害到健康 如果有糖尿病的话 一星期不超过四个 也就是两天吃一个蛋黄就可以了 因为调查发现呢 糖尿病人好像对这个蛋黄的敏感度 要比一般人要高 所以为了他们的健康 提议还是保守一点 稍微少吃一些 鸡蛋虽好 但怎么吃才是最正确的呢 为了更好地保留鸡蛋中的营养成分 专家建议采取整煮的方式 尽量少用油煎爆炒等 破坏鸡蛋中的营养成分的方式 最好的方式就是整煮 因为整煮的时候 一层一层包裹非常严 所以蛋黄里边的那个党固醇 是不会氧化的 里边那些维生素保留率也非常之高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给打开以后 它就会接触到氧气 所以或多或少会有一点点氧化 这个党固醇在没氧化的时候 还不是很可怕 氧化完了以后 对我们的血管的损伤 这个危险就会比较大了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 少用这种热油大量油炒的方式 都用一些像蒸蛋羹 整煮完了拌沙拉 还有像什么一个水泼蛋 就不要把那个蛋黄露出来 还是用蛋白包着它 保护着它这种状况去吃 这都是比较有利于健康的 由此看来 吃蛋黄会增加胆固醇 并无科学依据 吃鸡蛋扔蛋黄的做法 也是不可取的 大家不必谈黄色变 只要控制好鸡蛋的食物量 选择最佳的封韧方式 每个人都可以享用它 让鸡蛋润银的健康 保驾护航 这是2014年初春一个上午 开车人名叫冯凌贵 是云南省野生动物收容 拯救中心一名工作人员 就在刚刚 他接到来自昆明市森林公安局的电话 电话那边紧急的语气 让冯凌贵不敢搬搁 立即驱车赶过去 那个时候必须要有10个人左右 才能潜质的是它 这些蛇有的身形巨大 体格强壮 有的娇小灵活 暗藏剧毒 即使这样 经过长时间的喂养治疗 白拓都已经熟悉了他们的秉性 制服他们不在话下 可是对于眼镜王蛇 这个蛇中之王 白拓还真没有把握 因为就在两天前 他刚刚躲过了一条 小眼镜王蛇的攻击 这天一大早 接到冯凌贵电话之后 白拓和中心的秋姐 就早早地等候在中院 即使月蛇无数 当他亲眼看到这条眼镜王蛇 还是被镇住了 对于蛇这种东西 你越了解它 你就会知道它的伤害性 有多大 而且你心里也是会越恐惧的 比如说眼镜王蛇 不懂的人 他只知道它是条蛇 并不知道它的伤害性有多大 但是我们了解的人 一看到它是条眼镜王蛇 就在各个方面就会非常的注意 因为这个是比较剧毒的一种蛇 都不怎么敢接触 像这个眼镜王蛇 它这个毒液 像在国内血清 就是比较少的 不像眼镜蛇 眼镜蛇还有血清 像我们也没有准备着血清 所以就是说到眼镜王蛇 就比较恐惧 像我对跟这个血打交道 也比较有三年 三年这个时间了 但是对这个眼镜王蛇 也是很少 比较少的接触 这是到目前为止 云南省野生动物收容拯救中心 接收到的最大的一只眼镜王蛇 为了让它尽快恢复体力 工作人员把它投放到了保温箱中 进行观察 安全起见 保温箱顶部的锁扣 被拧上了一道粗铁丝 七天过去了 一切看起来比较正常 接下来要做的工作 就是对它进行身体检查 在秋节的协助下 白拓尝试从保温箱中 取出眼镜王蛇 并且为它进行检查 平时的眼镜王蛇 喜欢待在保温箱里的垫子下面 可是一旦感觉到有人靠近 它便会一下子直立起来 做出进攻的感受 终于成功了 白拓把眼镜王蛇抓在了手里 用秋节事先准备好的胶带 白拓迅速地把眼镜王蛇的手 牢牢地粘住 这时 人们紧张的情绪 稍稍得到了一丝缓解 这是一条体肠三米 重达五分斤的 长年眼镜王蛇 白拓凭借地理 在与他教育 他的后半部分是一直长 长到我的手的 然后我的另一只手 紧紧地转着他的脖子 经过仔细观察 眼镜王蛇的颈部 有一处外伤 虽然体型非常高 但是身体上 寄生虫数量不多 他的体力特别大 你用手腕拽住他的时候 他会带着你的手腕四处游 而且他还会在你手中不停地撞 他就是不想让你抓 抓住他的脖子 这件事 现在目前看来 但是他的精神状态特别好 主要是皮肤有点溃烂 皮肤溃烂的地方 我们给他下点药就可以了 然后再检查一下 他的身体上的一些自身虫 有自身虫就把它捉掉 这个皮层腾 它是生活在蛇的鳞片下面 只要用眼镜看 或者用手手为摸 他的鳞片是会鼓起来的 仪器仿佛都很乐观 根据经验 白拓决定下一步把眼镜王蛇 放回到保文箱 正常喂食 同时继续观察 可是就在白拓准备松开 眼镜王蛇嘴上的胶带时 人们最担心的事情 终于发生了 但是我发现他的嘴角 已经甚至堵液 慢慢地流到手上 然后那个堵液量还特别大 有点像降伏 一样黏黏的感觉 眼镜王蛇 是蛇类中最为聪明的一类 它能够根据对手的体型 大小控制自己 所排放的毒液量 而就在白拓 独手与他降业的时候 铁锯王蛇喷出毒液 说明此时此刻 他已经被激怒 是极度下攻击人类的 幸好毒牙还包裹在胶部里 幸好白拓的手上没有创伤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终于把眼镜王蛇 重新投放到爆红箱中 按照计划 逐步给他投放食物 等到身体状况恢复正常 就可以让他重归自然 与其他蛇类不同的是 眼镜王蛇的食物 通常是他的同类 然而初春的云南 天气还有一些寒冷 为眼镜王蛇 找到适合的食物 没有那么容易 接连几天 白兔和他的同事们 有时间就要去到 远离城市的郊外 翻开草地园时 寻找东营营的小树 而每次 他们都是通手而归 终于功夫不富有新荣 在花鸟鱼虫市场 白兔为眼镜王蛇 找到了适合他的美观 白兔和他的同事们 正准备亲眼目睹一场 弱肉强食的好戏 可是结果又让他们大失所望 一条身体并无大碍的眼镜王蛇 居然对眼前的美食不理不睬 这其中必有缘由 蛇不进食的原因 它是有很多种 第一可能是因为它消化道上的问题 消化道相当虚弱的时候 蛇是不会进食的 等它恢复一定程度 它是会自己才是 第二也是寄生虫的问题 如果它的消化道里面 寄生虫太多的话 这个蛇即使是进食之后 它也会把它吐出来 还有呢就是环境突然间改变 它对环境的不适应 可是根据前一次 对眼镜王蛇的检查 这一切似乎都不成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细心的白兔发现 保温箱中的眼镜王蛇 一直喜欢待在灰暗的垫子下面 在蛇钩刺激下才会有所反应 这时白兔发现 眼镜王蛇的眼睛 不再敏锐而激利 它是浑浊无神的 白兔恍然待恶 眼镜王蛇的寿命 可以达到三十年 而且它永远不会停止生长 为了适应这又无休止的生长 眼镜王蛇每年必须退皮 四到六次 退皮的第一个迹象 是眼睛变浑浊 这是因为它开始分泌乳状物 协助旧皮脱离新皮 当它的眼睛重新变得成青 它就开始退皮了 而现在正是眼镜王蛇退皮的时期 所以影响了它的进食 果然在保温箱的垫子下面 工作人员发现了 已经退下的整片的蛇皮 眼镜王蛇最长需要十天 才能够磨光敏感皮肤上的旧鳞片 这是蛇生命中最焦虑的时光 也是它们寻求人类陪伴的时候 而对于人类来说 也是很危险的 正是这个原因 让它从无人区 游走到人类活动的农田 眼镜王蛇是世界最毒的毒蛇 那么你要抓它 你必须要有晓得的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那 避免它那个 它前面两个毒蛇 避免它 效率 频率 对于这个间接传染的话 出餐或者旅行过程中 那么我们要注意 注意好个人的卫生 很多疾病早期 包括婚姻早期 它是没有症状的 所以提倡已婚的女性 每年要做一次婚姻的检查 早期预防 特别是婚姻的三级预防措施 这是非常好的 要坚持已婚的女性 我们提倡每个年 每人要做一次体检 这是非常重要的 驼峰是骆驼背部隆起的部分 里面储藏了大量脂肪 以维持正常活动 更重要的是 它能使骆驼的体温保持恒定 是骆驼行走在沙漠中 必可少的东西 可是 如果驼峰长在人身上 会怎样呢 在青海省贵德县 就有这样一个 长着驼峰的藏族男孩 从正面看 他没有任何异样 但是 从侧面 我们就会发现 他的背部鼓起了一个大包 非常明显 就像骆驼的驼峰一样 那么 他的驼峰里藏的是什么呢 他叫普华泰 小的时候 妈妈就感觉 儿子长得特别的慢 总是比同龄人矮很多 开始妈妈还不以为然 以为是小孩发育比较晚 可是 慢慢的妈妈发现 儿子的背部 越来越不平整 并拢起了一个大包 更要命的是 处在发育期的普华泰 身体蜷缩着 整个人 也是越长越缩 已经18岁的身高 却不足1米5 我出去的时候 别人开心我 我的样子很小 我的心里很难受 普华泰性格内向 本来话就很少 加上周围人 总是嘲笑他身体的畸形 所以平日里 他就待在家里 不愿见人 虽然在家里待着 可普华泰也不闲着 一天早上 他正帮妈妈一起生炉子 准备牛粪 可是 刚忙活一会儿 他就一屁股坐在床上 大口地喘气 这可吓坏了在一旁 生炉子的妈妈 赶紧停下手中的火 焦急地坐到普华泰身边 干活多了 或者走路多了 感觉自己 很累 很累 吓不上气什么 就是就是 儿子之前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他到底是怎么了 妈妈担心不已 慢慢地 普华泰无力的情况 隔三差五就出现一次 更让家人担心的是 他背上的包越长越大 压得普华泰直不起腰 为了减轻儿子的痛苦 父母带他去当地的医院检查 可是医生说 普华泰的病没办法治 听到这个消息 家里人不愿意接受 希望通过努力 帮助普华泰改善身体状况 回到家后 父母让他多休息 同时还总是 变着乏地给普华泰做好吃的 补充营养 他们希望儿子吃好些 身体变强壮了 就不会感觉没有力气了 一直去信念 那个医生说 这个是骨头 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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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华泰不希望自己 因为身体异常 而成为家里的负担 所以常会主动 做些利索能及的家务 一次 他趁母亲不注意 偷偷地跑到院子里 给灶台加料 由于站了很久 而且身上背着个大包 他有点累了 准备回屋休息 可他刚端着的东西 往屋里走的时候 就看见母亲 一路小跑式地冲了过来 夺走他手中的东西 转身向屋里走 父母的细心照料 并没有换来 普华泰的康复 身体反而越来越差 连早上起床 都非常困难 每天早上起床 对他来说 都是一个艰辛的过程 穿好一件衣服 他要坐在床上休息一会儿 然后再穿下一件衣服 别完被子后 他还要在床上 靠着被子休息一会儿 整个过程中 他都非常疲惫 眼看着儿子一天天变虚弱 父母非常难过 于是他们做出了 一个艰难的决定 送普华泰去寺庙 希望佛祖能够保佑儿子 稍微准备一下 隔天父亲就骑着摩托车 把普华泰送到了寺庙里 把儿子安置好后 父亲要回家了 父亲不敢多留 他害怕多停留一会儿 就会更加舍不到儿子 而普华泰却站在门口 靠着咒诅 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 久久不远离开 两个点以后 简单地撑开以后 把这个重的一个测湾 变成一个轻的 纠正了50% 这样纠正完以后 到轻铺测湾的时候 大家都会做了 中院期间 普华泰的生活 基本上是在床上度过的 吃饭的时候 整个人蜷缩着坐在床上 看起来很不自在 和父亲聊天的时候 更多的是憧憬了 手术后的未来 直立行走 打篮球 这些以往不敢奢望的事情 真的能够做到吗 其实我很喜欢打篮球 但是我有种病人 我很累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准备 手术熟期进行 手术的各项准备 都有条不纹的进行着 麻醉也是普华泰 要闯过的第一关 接下来手术正式开始 马华松主任准备洗手上手术了 马华松主任如此的自信从容 来自这十几年来 上千例的手术积累 今天的手术 马主任成竹在胸 手术室内 马主任和他的治疗团队 看上去都非常放松 医生们分光明确 配合默契 您看 马主任小心地操作着 目不转睛 各项神经电生理活动 也都在设备的监护下 十分正常 整个手术过程非常顺利 得知儿子今天手术 远在千海家里的妈妈非常地担心 不停地为儿子念经祈祷 希望儿子的手术能够顺利进行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治疗 手术终于结束了 我想这个孩子做完以后 后面这个包 那起码从外观上来讲 就是说看起来已经很轻了 这个孩子呢 不光是得到了外观的改善 而且各个系统的功能 都恢复正常 这就是手术就完美了 手术后回到普通病房 普华泰凸显的驼风 基本看不见了 而且能平躺着 躺累了 他还可以不需要帮助 自己起床 而且还能平躺着